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2022年全球照护产业的发展持续受到关注 我们可以观察到各个产业都希望将事业的版图 横跨到照护产业相关的领域 当然这也伴随着疫情冲击 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这个趋势也大幅改变了医疗和照护产业的生态 究竟照护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会怎么样走呢 我们看到了KPMG最近发布2022智慧照护创新趋势调查 深入探讨了台湾地区照护产业的数位发展的现况 同时也透过了方方面面的访谈 照护及科技业者了解实际应用场域 开发应用科技的需求和困难 所以本集节目呢 很高兴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呢 让我们欢迎KPMG安侯建业 健康照护与生计产业服务团队的主持会计师 扣会职扣快 Aster 哈喽 嗨 Peter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Aster 是 另外一位呢 是KPMG安侯建业 科技媒体与电信产业服务团队的主持会计师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连淑琳Lillian 哈喽 Lillian你好 哈喽 Peter好 大家好 是 两位专家在这里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医疗照护产业在这个调查报告当中 我们看到的趋势挑战 还有我们应对的策略 首先让我们请教一下扣快 我们在这个照护产业的发展 当然大家都知道 商机蓬勃 但是呢 疫情的冲击也是非常显著的 想先请您分享一下 在疫情底下 我们看到照护发展的一些趋势是什么呢 好的 那这次的话 KPNG发布了这份报告 是根据上次我们第一次 在去年时候发布的 科技投资医疗调查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里面 那照护产业的话 是为来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前景 那因为COVID-19的一个冲击 提升了大家对于医疗照护产业重视的程度 那特别是在疫情严重 还有照护人力比较缺乏的状态之下 科技的导入那势必是补足了产业能量不足的一个状况 在科技和照护产业携手的合作下 更加速实现远距医疗 智慧照护的产业远景 视讯看诊 以及现在台湾已经非常普遍的相关的方式 一般区域的诊所都会运用到 医院机构甚至透过云端上传资料 让居家照护可以更方便 现在甚至运用到的AI可以进行预测 这也是科技帮助预防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 我们透过这次调查报告发现了一件事情 已经有将近七成的照护机构进行了数位化 它透过了智能应用 确实帮助照护单位省下不少行政时间和流程 不过对于科技产业来看 如何跨入医疗这个专业的领域 以及运用本身的专业来切合照护产业实际的需求 那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任务 是我也想请教一下Lillian 我们在发展这个AI 然后在发展智能化数位化的途中 我们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一直缺乏一个大规模应用的机会 那好不容易过去这三年 确实是AI跟智能化导入照护 非常宝贵的一个实现 但我们在作业流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新兴科技是特别显著的例子呢 主要还是以我们熟知的这个大数据 跟云端的应用为主 大数据可以从巨量的资料中呢 攫取需要的资讯 达到精准医疗的目的 而云端的平台的部分呢 台湾微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建立了台湾第一个符合国际医疗资讯 交换标准的一个云平台 在平台中呢 收集数据后 整合流通这些资讯 能够有效落实数据的互通 还有标准的建立 是 所以看起来这个大数据跟云端 平台导入这两块会是比较显著的 那云端其实不只是照护产业 我想现在方方面面各行各业 都在应用云端的导入 来达到更多的目的 我想请教一下扣怪 我们在台湾已经看到了 包括政府啊 然后比较中大型的企业 以及许多的金融机构 都把资料抛上了云端 我们在今年7月的时候 好像也看到了一些新的步骤出来了 对不对 说到这个云端的应用的话 那我们可以发现在台湾的政府机关 大企业金融机构 甚至医疗院所 都开始尝试了将资料上云 那在今年7月就如同皮特所说的 公告了正式开放电子病例的上云 正式开放可以算是 扩大远距医疗法规修正的第一步 那卫福部也宣布 已经完成了通讯诊疗治疗办法 那预计明年的1月1号 就可以正式上路了 那这是卫福部因应了 整个健康照护的模式转变 而从法规方面来松绑的一个部分 那未来也能有效的把医疗照护 延伸到居家或是机构 是这样子的一个诊疗办法 其实我想在疫情以前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有一天 我们可以透过视讯来诊疗来看病 但就在这短短的一两年当中 我们台湾已经实现了这个 很不容易的这个数位转型的步骤 从上云然后到相关法规的开放 其实医疗服务结合云端 结合大数据都帮助了 很多的诊疗的行为发展 不过这次的调查报告 我想当中应该有很多宝贵的insight 就是除了正面发展的这个注意之外 扣快有没有一些困难点 一些瓶颈在医疗的产业方面 跟科技的应用是有一些互相冲突 甚至是阻碍的地方 Peter这次问得非常好 从调查的结果我们来看到了 机构主要是遇到了三大困境 第一个是数位化的人才不足 第二训练成本高或者资金需求高 第三个则是无法判定 营运数位化的需求 就长期照护的业者来看 当他们要导入一个智慧应用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数位的人才 和资金负担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照护机构难兼顾合理的收费 以及额外盈余来进行数位优化 或者是有一些规模中小型的一个机构 认为还不需要或者比较无法判定 所需要的数位运用是哪些 这些几个主要的问题 像这次我们访问了崇恩的执行长 他就表示了很欢迎科技商 在照护场域进行试炼 那像关度医院也持续评估的需求 保持开放的一个心态 来积极导入智慧应用 从照护端实际落地应用 去协助科技厂商来验证相关的一些成效 是在照护产业当中 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巨量的资料 它是非常珍贵的资讯跟数据的来源 那巨量资料怎么收集 其实其中一部分是可以透过穿戴装置来收集 以前可能是凉血压 但是现在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智慧型装置的话 就可以很快速地达到这个目的 我想请教一下莉莲 智慧装置对于照护产业的发展 像我们看到像是苹果已经非常努力 在这方面的耕耘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调查结果 在这次的调查当中看到呢 这些穿戴的装置 已经不仅仅限于疾病患者来使用 甚至亚健康或健康的族群的使用率 也逐渐地提升了 像大家都有戴Apple或者小米之类的 代表大家对于预防的观念越来越重视 特别是台湾高龄化社会和疫情的影响下 身体状况的监测 异常的通知更是重要 许多知名科技的厂商都开始投入了 智慧穿戴装置的一个开发 在医疗方面呢 希望能完整地串联医院诊疗服务 而在疫情之后呢 穿戴装置也会朝向健康促进 运动管理机能进化 是所以无药生病可能比生病了之后把身体治好 在未来疫情后的时代会是人类更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穿戴装置有更多健康相关的数据 可以让用户参考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是那我也想请教一下 其实在科技业我们在不管导入任何一个新应用的时候 他们通常的态度都会说是边做边试 Try and Error这样子的角度 可是其实医疗相关的个资 它跟账户余额应该是同等级的机密 它是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一个资讯 尤其它跟疾病是有相关的 所以个资保护也会是医疗照护在迈向智能化的路途上 一定要做好 而且不能够犯错的一个案例 我想请教一下Lillian 这方面的骇客入侵 或者说网路的资安的威胁 是不是越来越蓬勃 越来越猖獗呢 就我们所知呢 智慧科技导入后 健康照护数据的产生变得更容易 也更加快速了 如何进行有效管理 就成为首要的问题 照护产业中 大概有两成的业者认为 资安隐藏着潜在的危机 像是各自外泄和软体设定相关问题 都是在面对资安风险时最担心的威胁 骇客发现 特别是在医疗相关组织这种生死攸关的治疗 更容易产生这种敲诈 对于照护产业而言 完整的资讯安全系统 是建立信任的一个关键 有不少医疗机构看见资安的重要性 组织内部设置了资安长 然后希望借由此强化组织资安的韧性 是刚才我还记得Esther有提到 就是说人才不足跟资金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些医疗招呼机构被敲诈勒索的话 可能他们面对的是付不出钱来的问题 我也想请教一下Esther 我们在这个跨域的合作上面 其实除了导入资讯科技之外 医疗招呼产业还可以结合 什么样的产业来做跨域的发展 在这次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来看的话 如果提到跨域的合作方面 受访的业者都考虑优先合作的四大产业 分别是第一个生技产业 第二个是科技电信产业 第三基础建设产业 第四金融产业 前面提到很多科技产业的合作经验 而生技产业本身与医疗招呼就有密切的关联 那至于基础建设和金融产业来看的话 因为近年来照护产业 在营法照护的住宿机构 以及智慧医院建制上 都有更密切的合作需求 而更多的BOT 促餐等公司协力模式 也加速了基础建设产业 和金融机构合作的参与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期许台湾是在医疗的优势 加上这些各产业的协助之下的话 能够将我们医疗照护的发展 可以发展得更完整 是 刚才Esther提到的这四个方面 我想第一跟第二 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 因为第一本身 生技跟医疗照护 它是直接相关的 然后科技与电信 又是很多数据跟科技的来源 但是第三跟第四 可能大家比较相对不好理解一点 像基建的话 我想它应该就是包括 像是都市更新等等 基础设施的一些更新 让照护能够更容易的一个发展 那金融产业的话 其实在很多医疗照护上 包括上我们看到 台湾开放的这个乙房养老 很多的措施 费用的这个支付 可能都可以加以活化 让资产能够随着医疗照护 随着超高龄化的这个社会趋势 来做相应的开放跟配合 扣快我这样子理解是对的吗 皮特 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作为生技产业的一个leader了 是是是 非常谢谢Esther的这个称赞 其实今天两位专家的这个互相的激荡 跟提供的专业的意见 让我们更加了解到说 在发展超高龄化底下的这个医疗照护的时候 其实有方方面面的产业 可以协同作业 同时呢 这个资安的防护跟科技的导入 也会是未来不可或缺的角色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 给我们在医疗照护产业相关的调查上面 这么多的一些专业意见 期待在发展下一步的时候 两位专家也能够针对照护产业 给我们更多的insight 期待下次见面 谢谢Esther 谢谢各位 谢谢Lillian 谢谢大家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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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